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萊 那今天我們也來打這個 嗯...好啦 先舉點讚好了 OK 那看一下吧 欸 戰機看起來好像還好耶 OK 這邊...啊 沒問題 這隊一定先啦 這隊最簡單 這隊最簡單 GOGO 直接好不好 我們這個 這個...風仙夢 那風仙夢這個隊伍啊 其實如果... 呃...用暴走符文也是OK的 用暴走符文的話就有一些些的容錯率 那...看一下這邊 好 三期間 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是使用這個... 吸血的話就是殘局有一定的這個續戰力 那...使用暴走的話就是你有一定的技能使用的失敗的容錯率 因為其實這個陣容來講的話 如果...去使用到... 呃... 這邊先普攻就好 如果去使用到這個... 呃...吸血符文 那有可能 他三技打下去沒有去... 順利的觸發一二三 那可能在等下一輪 有可...在有一些情況下都是 欸 水沙槍第一盒就被上了進補 又被上了破綁 那就會有一點點的危險喔 那這邊...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要先二嗎? 還是先一呢? 先一吧 然後揍他 OK 然後... 嚇打...嚇打噴嚏 嚇打噴嚏 好 揍他 砰... OK 好... 好...這個完美...這個完美 因為這個等下...光...光靈圓就會去補他 欸欸欸... 可以... 消一點血 再消一點血 好 揍掉他 可以嗎? 揍掉嗎? 一二...下去! 嗯... 欸...又要再等...又要再等幾輪了喔 那我們先揍他消血吧 欸可惡...還沒消到 虧 揍他 點他 揍他 下去...好 不要爆走不要爆走 OK 還...還行還行 呃... 反正這邊就只是在看什麼時候能收掉他啦 基本上 只要封兵器收掉 沒有那個進補 我們就是無敵的了 這時候就可以唱一首 無敵是多麼的寂寞 下去 一二...欸 OK 再一次...這就是剛才說的齁 如果...如果剛剛那是在封兵器還活著的情況下就會翻車了 來...消二...下去...OK 可以...搞定 好啦...那這邊直接先拿下來救塔喔 呃...公會的夥伴應該贏了吧 公會的夥伴應該是贏的喔 欸...沒有嗎?還是還在打 這是什麼?偏魔隊 偏...對 這個會不會賭不死啊 這個有可能會賭不死欸 喔沒有 然後...這裡 呃...這個的話呢... 還是有人在打了 有人在打了 看一下喔 呃...好 他有光軌 他打最穩 因為有光軌的話打那個按鈕是最好的 他按鈕永遠只會打第一段 然後這邊的話 啊...這裡 這樣子...彈一下喔 他直接砍掉他 然後他們打殘局 有免疫沒有問題 OK 拉起來 直接切一條命 呃...不過這隊有一個唯一小小單車機率 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剛好 對面是走一個體力型的... 呃...封雷地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喔 那...請他直接下去吧 哇 一二三...砰 切掉 不用切 一級就好 好...拿下 呃...有少數是稱那種擺抗體力型的封雷地 那就是單純靠無視防御的打傷害 就是...可能是走上一個... 高速 高速然後...坦型封雷地 這種比較少見 但是也有就是來... 來應人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就是...是專業的工會戰玩家 然後如果你整個塔都擺了... 同樣...都擺了封雷地的陣容 然後其中有一隊 是用坦型的 有可能對面會剛好... 剛好就是... 打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可以...可以建議如果你要防守的話 這是可以考慮的陣容 就是擺抗高...高坦 然後...呃...一樣... 一樣要有爆傷 那只是可能說他會走一個樹傷體 那可能血量在2萬出頭 然後...可以撐到擺抗最好 這樣...這樣一個數值喔 再來... 有風流浪應該可以坦得住吧 我有火檢傷嗎?看一下 欸...沒有火檢傷喔 幫他改個符文好了 好啦...試試看吧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好啦...沒問題 喔...喔...很賺喔 那這裡我先這樣子...上放去 1...2...3... 欸...欸...欸...沒上到破防是搞屁喔 真的假的...沒上到破防是真的假的啦 那這裡我們先上降攻喔...先上降攻 喔...屁... 真的假的啦... OK... 呃... 我想一下喔... 我想要... 我...開始想要先點掉他咧 可以揍掉嗎?揍掉! OK...欸... 直接揍掉好不好 看一下喔... 應該可以直接揍掉 OK... 好...然後點他 那個睡覺很關鍵 剛才那睡覺很關鍵 來...1...2...3 喔...有了嘛... 好...搞定...拿下來 喔...剛才那個... 剛剛那個...那個狀態什麼都沒上到 嚇到我欸...真的嚇到我 是擺抗的嗎?感覺不像嗎? 好...算了...不管了...把它拿下來了 搞定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往下面看了 嗯... 好啦...這邊... 欸...這一場應該還有兩隊吧 兩隊...欸...對...還有兩隊 不知道有沒有...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打掉 大家看一下 下去...下去... 下去...OK 好的... 不過其實真的蠻痛的 剛才如果多暴走幾次的話 風速請可能有點危險喔 好...這邊...欸... Joyboy 這是魯夫嗎? 魯比 好啦...那這邊的話... 這樣子吧 老規矩就是只要有抵抗到水球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獲勝的 那就擔心的是沒有抵抗到 所以這邊一定是用抵抗隊長啦 這邊只要抗到就贏了 這邊...水球先動 OK...沒有問題 這樣基本上贏了 這樣基本上贏了 行...還行...那這邊直接解掉吧 加油...直接解掉 然後... 打他個...破綁 二技...欸...這個是不是可以選擇... 好...不要貪...不要貪...我們不要貪...我們不要貪... 上到一個這個...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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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攻嗎? 上好了 沒事沒事沒事...沒事 免疫隨時上好就好了 我們這邊等一下...等那個... 唉唷...又來... 揍他! 揍他! 沒事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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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崩潰...我也可以崩潰 有...有了...有了... 來...有了...有了... 而且他是一個破壞的耶 收掉...123...破防收掉 破防一下大哥... 加攻... 走他... 暴擊... 上毒... 唉唷... 好啦...也可以也可以...贏了... 拿下...好... 然後等一下... 這場的話應該我可以用很多同樣的隊伍... 欸不對... 我的火衣剩下一隻對不對 我火衣好像剩下一隻 而且其實都沒有吃技能有點危險 那...火牛的話我等一下可能會使用火蹦或火龍擊代替啦 基本上我會覺得火鳳好一點點 因為火鳳跟火牛都有效 主要是要消掉對面的火牛的意志 OK...拿下 好...再來看一下喔 OK...就這樣子... GOGO嗎 看一下喔...這都沒吃技能... GOGO 有點危險啦...因為沒吃技能傷害量有點低 還是老規矩...破防...上到怎麼樣... 喔...唉...有點危險... 喔...還行...還行... 欸欸欸欸... 喔... 那動太多次了... 他剛才那個...真的動太多次了... 暴走...讓我暴走...你讓我暴走...讓我暴走... 讓我暴走... 不是... 不過他好像可以... 揍掉...唉... 哇...哇...又暴走欸...喔... 不攻... 消加暈可以嗎? 欸...有希望喔... 喔...沒了... 哇...剛才那個...喔... 剛才那個其實...都...就是... 他是暴走...他是... 痾... 2技...然後立刻獲得回合... 再暴走一次... 沒有... 2技... OK...這隊是... 工會其他夥伴用的... 試試看吧...好不好... 試試看... 欸...我也不知道成效會怎麼樣... 哇... 真的假的... 結...OK... 可以... 吧... 這邊我想一下喔...要2技調嗎... 調好了... OK...可以...可以...暈... 還...好像還行...暈... 喔...好像還不錯... 再來...群...欸...這2技是什麼...群體挑釁嗎... 看一下喔... 80%挑釁一回合... 好啦...重點是要實相狀態啦... OK... 欸...不要再鬧囉...欸... 欸...每次都這樣子暴走...暴走的喔... 欸...他的... 暴擊...先拼傷害...沒有先拼傷害... 而且...剛還沒被打... 速吧...OK...可以... 來...1...2... 我要打傷害...我要打傷害... 暈... 1...2... OK... 暈... 暈... 1...2... 哇...這個暴走會讓他沒盾耶... 暈... 暈...暈...喔...你又不暈... 該暈的時候不暈... 那不該... 暈... 我想一下喔... 我感覺這邊要先收他耶... 先暈他好了... 欸...為什麼... 我為什麼覺得對面... 為什麼...為什麼我覺得今天對面的瘋狂都在瘋狂的行動啊... 都在瘋狂的動耶... 對啊...弓會另外一個人打掉啦...啊...為什麼我的就被爆成這樣子... 欸...為什麼我的被爆成這樣子... 欸...這個是個遊戲耶... 這個...這個應該切就完了... 這個應該切就完了... OK... 拉起來... 拉... 切... OK 搞定 結束... 先...打得... 我覺得沒有打得不好... 但是打得... 倒是挺不開心的... 這一個... 這個感覺可以用水雷利... 水雷利...然後水熊貓加上一隻... 這樣慢慢消應該可以吧...對不對... 我這樣慢慢消好了... OK... 這樣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這樣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我這裡先...先針對誰... 先針對他好了... 一倒下去應該就結束了吧... OK... 沒事... OKOK...行...沒事... 好的...那這邊直接2級補起來... 偷個...狀態... 這場應該火風流最後就好了喔... 這樣應該火風流最後... 還是要先打到兩面... 如果能先打到兩面也不錯... 看看吧... 1... 反正這個放下去之後... 對面風魔陣會再用4技... 然後可以... 欸...剛好收掉...很痛很痛... OK... 把沉水隊拿下來喔... 呃...再偷個加攻... 好...完美... 又是五層之勢... OK...這邊...偷完再轟一發... 欸...他想起蠻多的...大概有4萬... OK... 喔...又滿血...沒事沒事沒事... 恩... 我們先一技就好...我們先一技就好... 有暴走的話就可以...接二技... 好... 那...浮攻... 他算我開戰沒關係... 我現在這邊要直接收掉風魔陣... 這樣對面就沒有續戰了... 好...沒問題...沒問題... 拉起來... 偷... 浮攻... 可是這應該可以靠普攻打... 點死他就好了... 而且...水屬性有那個... 有那個... 抗暴... 所以...就是那個... 暴率有下降... 所以就直接有一個比較好的... 屬性優勢喔... 拿下... 好啦...拿下來... 再來... 還有沒有呢... 看一下喔... 恩... 這個應該可以... 這個的話... 有他水龍火奧... 然後有他水龍風龍騎... 然後再帶一個續戰吧好不好... 我們再帶一個續戰... 避免水熊貓會一直... 跳大傷害... 所以我們這邊帶一個... 風龍熊貓怎麼樣... 這樣子... 還是水瓦... 我覺得水瓦好一點... 水瓦好一點... 這樣子... OK...GOGO... 欸...我的風龍騎應該沒有帶錯吧... 這隻應該是暴走的吧... 先加點消點血... 欸...完蛋... 這隻是吸血的... 嗯... 點他... 點他... 會上毒... OK... 好...這不會退條沒事... 好... 這樣子的話...等一下... 我這邊有... 我這邊有故意一直在點那個... 一直在點那個... 火魔陣... 因為這樣子的話... 火魔陣被動技能會讓那個... 火奧一直被上到... 被上到毒... 那只要被上到毒的話就會回... 這邊的話我想拼一個全運欸... 沒有... 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邊的話... 想一下... 好啦... 先點他吧... 沒事... 不會死...不會死... 欸... 我想先收到... 先收到水熊貓... OK...可以... 好...接下來想辦法去收掉這個... 這個風暴靈... 應該還行...應該還行... 剛才沒用到暴走有點可惜... 點他...好... 這裡基本上... 火奧是有... 火奧加上那個火魔陣是有弄技... 所以不用擔心... 應該是可以開自動... 應該是可以開自動... 而且你看我們這樣子... 即便他... 你看...不管他怎麼退調... 不管他怎麼打傷害... 其實都不用... 我們都不用太害怕... 因為第一個... 風暴女... 如果要上到... 火奧的話... 他也不會主動去... 被... 被風暴女打... 那... 火魔陣的傷害也不高... 那... 再加上身上會有一個狀態的話... 等一下... 下一回... 火奧又會大補... 那...打在這個... 水瓦身上的話呢... 他的被動技能又會自解... 所以... 沒什麼問題...拿下... 再來...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 還有得玩嗎? 我還有一隊... 好啦... 我們就不動腦好不好... 我們這場不要動腦了... 就這樣子... 看一下... 行嗎? 欸...欸...有人在打... 還是這一個人... 還是這隊... 還是這隊... 想一下... 會不會... 會不會... 不小心被傷到太多毒啊... 這個的被動技能有點煩... 只要... 看一下... 可是其他的有可能會不會連打很多波... 會不會連打很多波... 這個感覺最好... 是怕... 是怕被打太多... 連續被打太多run... 然後我又沒有自補能力... 就打到時候被毒死... 可以嗎? 試試看吧... 應該可以啦... 跑是應該是不會跑輸啦... OK...沒有跑輸... 開場我有免疫... 所以沒什麼問題... 唷唷...沒挑釁耶... 喔... 還行... 喔...有有有有有有... 走走... OK!有暈到...可以... 這下可以... 推他條... 我們這邊...暈他好了... 喔唷...我覺得有點毒耶... 我覺得有點毒耶...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現在覺得有點毒... 推他條... 先點誰... 唉... 等一下... 我覺得要先點他耶... 暈到...可以... 然後... 可以暈到他嗎? 喔...可以... OK... 這邊... 退他條... 再退他條... 然後... 點他... OK... 尋跳... 應該可以極限... 極限吧...應該可以... 喔唷...喔唷...喔唷... 喔唷...喔唷... 不要鬧...不要鬧... 不要鬧... OK... 可以扛嗎? 這一下的話想一下喔... 應該要先消... 然後抓毒... 抓...抓... 然後...給他... 抱走...抱走...抱走... 喔... 欸...欸...等一下... 拜託... 用力... 好... 剛好... 我們的這個Uber到了... 我先去拿...拿早餐...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以一個... 八勝...八勝一敗... 拿下今天的... 句點戰喔... 呃... 我真的覺得... 呃... 八勝兩敗... 所以為什麼會有八勝一敗這種程式... 呃...我真的覺得... 那兩敗... 真的很不爽耶... 那兩敗都是因為... 瘋奧... 瘋奧連續... 而且是同一隻瘋奧耶... 那隻瘋奧是怎樣... 那隻瘋奧是裝了兩套抱走是不是... 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吃早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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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靠您喔... 小iell感覺囉... justification unintentional...